在剛剛7點到8點左右 颱風中心已經逐漸往西北西方移動 進入了海面 怪台海葵又寫下新紀錄 週日晚間8點從高雄子關出海後 在近海繞了一圈 週一凌晨4點又從高雄登陸 然後沿著陸地北上 早上8點才從台南出海 成為二次登陸的怪台 而出海後也慢慢減弱成輕度颱風 颱風的中心在進入台灣海峽之後 一方面是整個導引氣流減弱 那再加上有時候這種 颱風底層的中心 在遇到我們地形的影響之後 會有一些交互作用 所以就在我們的近海 產生了一些滯流打轉的現象 海葵的路線沿著高雄北上 類似1977年的塞洛馬 從高雄登陸 北上後在台中港出海 氣象局的記錄提到 它造成數十年來 南部地區最重大災害 另外二次登陸最有名的案例 是1986年的韋恩 先從浊水漆口登陸 穿越台灣 在花蓮出海 接著迴轉又在台東南端二次登陸 減弱之後卻又再增強 並迴轉影響台灣 三度發颱風警報 也是首個從中部登陸的颱風 在花蓮縣的山區 總累積雨量已經來到了880毫米以上 而且在花蓮它的整個超大豪雨的狀況 海魁由東而西穿越台灣 東半部移花東累積雨量最驚人 儘管清晨台中花蓮以南才在暴風圈範圍內 外圍比較強的對流一早五六點也掃進宜蘭大臺北地區 今天在白天 尤其上半天的時候 移花的降雨還是會比較大 但因為颱風中心也比較近 所以南部也斷斷續續都有 在中心附近的對流 雲系帶來一些降雨的狀況 預估最快 周一下半天 本島會脫離暴風圈 離島的澎湖金門 則要到周二 颱風警報 暫時不會這麼快解除 民眾仍要提高警覺 TVBS中文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